1995年,神雕侠侣在香港播出后,古天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当时的媒体都在批评古天乐的杨过,扮相太帅,过于偶像 没有杨过稀狂的味道,而在此之前 荧幕上饰演杨过的都是当红明星张国荣、刘德华版的杨过 就连金庸先生也在各大访谈中推崇刘德华版本 可以说,那是古天乐版的神雕侠侣毫无市场 更远称不上神话二字 直到1998年,神雕侠侣被引进内地 各大电视台的轮番播出,让神雕侠侣迅速火遍大街小巷 饰演杨过的古天乐,见眉星目,面入关玉 饰演小龙女的李若彤,一身白衣,掀起逼人 一时成为新一代的大众偶像 就连很多人家里挂的年画,都变成了杨过小龙女相威相依的画面 此后数十年,神雕侠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也成为了影迷心中永远无法超越的经典 可很少有人知道,九五晚神雕侠侣拍摄之初,由于资金有限 监制李天盛为了省钱,便大胆启用新人古天乐和李若彤当主角 当时李天盛认为古天乐年少犯错,又浪子回头 桀骜不逊,又重情重义 正是他心中义正义邪的杨过形象 于是他便利剑古天乐,而李若彤当时还牵在杜琪峰旗下 空姐出身的李若彤,荧幕形象并非冰雪美人 走的也是火辣路线 特别在《星火烧红莲寺》中,更是大胆奔放 然而,李天盛觉得他十分符合小龙女的气质 便把他推荐给了金庸先生,果然得到金庸先生认可 于是李天盛厚着脸皮向老同事杜琪峰挖人 而李若彤也不负众望,把不识人间烟火 冰青玉洁的小龙女演绎得丝丝入寇 连金庸先生都大加赞赏 也成为他演绎生涯中最经典的荧幕形象 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饰演李莫愁的雪梨 不仅符合名谋浩尺,富若白玉的原著形象 表演上,更是将李莫愁的痴情和执念演绎得淋淋尽致 前一秒还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下一秒,就成了满眼七娘的怨人 李启红的郭湘天真浪漫 看到神雕大侠摘下面具的那一刻 一双惺惺眼,少女心泛滥 刘丹饰演的红七公,李耀祥饰演的周伯通 罗兰扮演的球千尺 一个个惊艳的角色,让人至今记忆犹新 不仅如此,片中打斗场面还融入了徐克的拍摄手法 权真派的剑阵,古木派的轻功 杨过与小龙女的双剑合璧,都让人印象深刻 但最经典的还是该剧的主题曲《天下有情人》 当时为了引进内地 林熙和周华健专门做了全新的包装 将粤语版的神话情话改成国语进行翻唱 这也成了两人金庸武侠系列的首次合作 与之其名的还有胡冰和希丽娜一演唱的《归去来》 这次是过程的决定离开 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 这首歌深情而悲凉 歌词也很符合小龙女前后三次不告而别的内心独白 因为是国语 以至于这个旋律当年几乎不分昼夜地充斥着大街小巷 虽然时间已过26歳 《神雕侠侣》也已被翻拍超过十余次 但只要这熟悉的音乐响起 我们就能瞬间响起曾经追逐的童年时光 那时的我们天真浪漫 几张《神雕侠侣》的贴话就能让我们无比快乐 天间和小伙伴练的也都是打狗棒 一羊指等各家学学 经典之所以经典 是因为经典的背后总是承载着青春的回忆 如今二十多年转瞬而过 曾经的追剧少年也不再年少 在现实中苦苦挣扎 如今再看《神雕侠侣》你会发现 腹部是塑料做的 巨蟒是泡沫做的 大雕一看就穿帮 也似乎听懂了李莫愁的悲凉叹息 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取 但所有的这些并不影响你 在那些经费紧张的镜头里 一遍又一遍寻找你的青春 那总是你不经意的离开 成为我这需求不变的悲怀 于是当我落芳华 只为你靠怀 要陪你远离寂寞自由自在